Hello大家好 今天买了大排 我们做上海高档家常菜 松烤大排 清洗后呢 我们用刀背 给它这样拍松 两面都拍 然后这样一块大大的 我拍好后呢 会把它一分为二 这边有个弯弯的骨头 然后这个底部也有一根小骨头 在这个两个骨头的中间 有一个关节 我们把它找到 下刀 这样给它切断 一分为二 这样呢骨头可以分开 瘦肥可以均匀搭配 接下来我们先调一些味 盐 料酒 在检板上工作呢铺得开 而且呢还可以少洗一个容器 最后干淀粉 每一块都要抹上 捏匀后呢 一块一块展开 就可以开火了 我们先用平底锅 我们先用平底锅 把排骨一块一块煎透 油温温的排骨就下 正好挤进去 先就这样动动它 不要去翻 微微发黄了 我们翻面 煎到两面都微黄 我们换锅 它倒到圆底炒菜锅里面 那圆底炒菜锅呢 那个锅身比较高 然后那个锅底又是圆的 汤汁呢 能够包住食物 做出来的排骨会更入味 我们放老抽 上色鲜 再放水 差不多跟排骨齐就行 盖盖大火给它先煮开 煮开后呢 我们给它翻一个生 然后我们放一大把抽 烤大排的抽 烤大排的抽是很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再多放 不喜欢吃葱的也建议你试试 千万不要扔掉 要不太可惜了 我们盖回盖子 用中小火 用中小火 给它煮个15分钟上下 接下来我们要放糖了 我喜欢把它做的带点甜味 然后呢我们看看颜色 尝尝味道 如果你把握不了咸淡的话 尝汤汁就好 这个时候哈 我们要把火开大 大火收汁 收到稠稠的 亮亮的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对 你